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叫做《最强大脑,为什么人类比其他物种更聪明》 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书名 我想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被问到 为什么人类比其他物种更聪明 我们从小到大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是 为什么你总不如别人家的孩子聪明 这就引申出来一个问题 我们能够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智力是有差距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这种人与人之间 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智力差异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人类智力水平的巅峰代表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 死后他的大脑被人取出并从此下落不明 被指控窃取爱因斯坦大脑的美国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 在接受专访时爆出一个猛料 就是他为了研究早已把爱因斯坦的大脑签成240片并随身携带 根据哈维给出的数据 爱因斯坦的大脑重约1230个 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值没有什么概念 一个成年男子大脑的平均重量是1400克 如果我们用重量来衡量的话 爱因斯坦的脑子是并不出众的 那么影响智力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最强大脑》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巴西女科学家 名字特别长叫苏珊娜·埃尔库拉诺·乌泽尔 她也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又正好是搞神经科学的 于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开始试着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苏珊娜的话 绝对是天使般的面孔 魔鬼般的身手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苏珊娜的泰特演讲 她是标准的拉美人长相 大眼睛高鼻梁 一头飘逸的大波浪 只要不开口 绝对猜不出 她是把无数动物大脑玩动于鼓掌之间的科学家 需要着重提到一点的是 她是第一个登上泰特大会的巴西女科学家 这就是典型的长得比我漂亮还比我努力啊 为了多快豪省搞研究 苏珊娜把自己家庭妇女的技能点发挥到极致 重口味程度 只要你想不到 没有她做不到 她曾经用绞肉机把人脑打成过浆 用切熟食的刀子 把人脑切成过碎片 在拿到五斤多尘的半个大象脑子之后 她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领着自己九岁的女儿 去五斤店买了把锯子 亲自动手把大象脑子锯成二十五片 当然苏珊娜这么做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 而是因为她兜里没钱 我们常说浓缩的都是精华 爱因斯坦的大脑在重量上不如普通人 那么在其他方面又是如何呢 会不会虽然重量轻了一些 但远大于普通人的神经元数量 使爱因斯坦成为天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就得掌握计算大脑神经数量的方法 传统的技术方法呢 每属一个大脑就需要巨额的资金 苏珊娜囊中羞涩 只能想办法曲线救国 她从家里拿了一台搅拌机 试着把老鼠的大脑和实验用的溶液一起打碎 搅匀 这样只要取一小部分溶液出来 鼠鼠里面有多少个细胞核 就能够推断出整个大脑有多少神经元 被搅碎的溶液比原来要稠不少 苏珊娜一看 这不跟我们每天喝的汤差不多吗 于是一拍大腿 这种听着都渗人的方法被命名为脑汁汤 脑汁汤这种方法虽然听起来比较随意 但事实上呢 它是一种有坚持理论基础的研究方法 在这种方法出现之前呢 对神经元技术的难点在于 大脑内的细胞并不是均衡分布的 通过把固体的大脑变成细胞核在其中自由浮动的 具有均衡性的汤 苏珊娜只要取一小部分汤出来 数清楚里面有多少细胞核 也就知道了大脑中有多少细胞 大脑中除了重要的神经元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细胞 苏珊娜的下一步啊 是将一种只能把神经元染色的抗体 加入脑汁汤 再数一数被染色的细胞核有多少 从而计算出神经元占大脑所有细胞的比例 以及神经元的真实数量 有了脑汁汤这种方法呢 苏珊娜把实验室里的老鼠兔子猴子都和和了一个遍 但这显然不太够 要研究神经元数量和大脑重量的关系 除了这些小动物的脑子 还得去找一些老虎 狮子 大象的脑子回来研究 苏珊娜呀 通过自己的同行 联系到了非洲的一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主要负责照顾被从盗猎者手里解救出来的野生动物 这些动物呢 在得到救治之后 有的会被世界各地的动物园买走 有的呢 则会被科学家买走 当做实验样本 苏珊娜自己没钱买 只能厚着脸皮 开口跟同行气 他的这位同行呢 不仅很大方的 借了半个大象脑子给他 还邀请他现场参与取出脑子的过程 于是 苏珊娜兴致志勃勃的 提着小皮箱从巴西来到非洲 亲手取出了大象的脑子 并带了半个回国 一回到巴西 就出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内幕 因为舍不得吃巨子购买切割仪器 苏珊娜用一把五金店买来的巨子 完成了切割大象脑子的重任 这里能要多说一句 虽然苏珊娜的研究过程听起来有点恐怖 但所有在实验中使用的动物都是合法获取的 不存在虐待动物的问题 那尽管作者的研究过程里少不了各种飞行走兽 但是最强大脑这本书呢 主要讨论的还是跟人类关系密切的三个问题 人类是万物之灵 这种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很多动物的脑子比人脑要大得多 为什么反而不如人类聪明 同样是灵长类动物 为什么在进化中胜出的是人类而不是大猩猩呢 第一个问题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 这种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乍看起来 人类成为万物之灵 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似乎拥有一股神力 虽然我们跑得没猎豹快 长得没长精度高 块头比不上大象 聪明程度跟大猩猩不相上下 但是我们人类发明了互联网 制造了手机 让知识能够通过听书这样一种高效的方式得到传播 从这个角度看 人类简直是世界上最独特 最与众不同的物种 但在本书作者苏珊娜眼里 人类是一种平凡到可以被忽略的物种 万物之灵这个说法 只是人类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种表现 人类的大脑之所以展现出异于其他物种的高级能力 不是因为我们很特殊 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一员 人类的大脑严格遵循了灵长类动物的演化规则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统治了世界 统领了其他物种 但其实我们只是遵循了进化规律的普通生物 我们的大脑进化规则呀 跟其他灵长类生物没啥区别 虽然进化规则没什么特殊 但实际上人类大脑本身还是比其他灵长类动物特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呢 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数字应该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数字是7 相对于同等体型的非灵长类动物 人类的脑子足足比它大了7倍 想想一下啊 如果你的脑袋只有拳头的一半大小 还能有高大威猛的感觉吗 自称万物之灵的时候 是不是底气不太足了呢 第二个数字是25 人类的大脑堪称能量消耗器的大胃王 虽然体积不大 但每天消耗的能量占人体全部耗能的25% 夸张一点说 在你每天吃的三顿饭里 至少有将近一顿是专门为你这颗智慧的脑袋吃的 不吃饭亏待的不是你的胃 而是你的大脑 这样啊 咱们就不难理解 为啥有的小姑娘一说减肥就绝食 一绝食整个人就看上去晕乎乎的 饿着饿着身体能饿过劲 但大脑挺不住啊 第三个数字是三分之一 咱们总说人类的近亲是大猩猩 大猩猩的智力在动物界傲视群雄 但事实上 大猩猩的脑子体积 只有人类大脑体积的三分之一 在人类面前 这种脑能量只能说不值一提 既然看起来很特殊 那为什么苏珊娜在研究之后 会得出人类大脑很普通的结论呢 这就不得不讲到一个比较拗口的概念 叫做神经元缩放规则 什么是神经元缩放规则呢 简单来说啊 就是每种动物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 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这种规则规定了神经元数量 和大脑体积之间的关系 有的动物进化程度比较高 在相同体积的情况下 能拥有更多的神经元 有的动物进化程度比较低 在相同体积的情况下 神经元数量比较少 需要注意的是 所有动物大脑的重量和体积 呈正相关的关系 体积越大重量也越大 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 有的科学家把体积当作参数 有的科学家把重量当作参数 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大致相同的 比如以老鼠为代表的内齿类 它们就属于进化程度比较低的 大脑体积不大 拥有的神经元数量也很少 人类作为一种极其聪明的物种 拥有高达一千亿个神经元 如果我们不幸地遵循了 老鼠的神经元缩放规则 为了保持一千亿个神经元 我们的大脑重量就得超过六十斤 对应的体重将高达八十吨 一个八十吨重的人 大概只能跟鲸鱼一样在海里飘着了 万幸我们没有遵循 镊齿类动物的神经元缩放规则 我们是灵长类 作为一个普通的灵长类 普通的遵循了灵长类的神经元缩放规则 作为进化程度比较高的物种 灵长类挣脱了更多神经元 意味着更大脑子的魔咒 它的大脑皮层和小脑神奇的 在更小的体积里塞进了更多的神经元 在智力水平上 把其他物种远远甩在身后 所以说我们人类的大脑是当之无愧的最强大脑 我们确实比其他物种更优秀 但万物之灵这个称号 人类是受不起的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变得异常聪明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咱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 脑袋越大越聪明 很多动物的脑子比人类的脑子大很多 为什么它们反而不如人类聪明呢 聪明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难量化的概念 是一种表象 它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叫做认知能力的东西 一般来说 认知能力越高 人就越聪明 在苏珊娜之前呢 科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 就是认知能力跟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密切相关 人类的大脑可以简单分成三个区块 大脑皮层 小脑和剩余脑区 苏珊娜想要知道具体是哪个区块的神经元数量 决定了认知能力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实验 苏珊娜得出结论 认知能力只与一个东西有关系 那就是大脑皮层中的神经元数量 回到咱们举的这个例子上啊 其他动物的脑子虽然大 但人类大脑皮层中的神经元数量 远比其他动物要多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详细讲一讲苏珊娜的实验过程 首先 它得明确到底什么是认知能力 认知能力到底能不能和聪明画上等号 认知能力啊 虽然听起来很高级 但它并不是人类独有的 很多动物都拥有这项能力 比如乌鸦喝水故事里 雕石子的乌鸦 马戏团里会算数的大猩猩 能在镜子里认出自己的海豚 每当这些动物在认知能力的帮助下 做出某些行为时 最常得到的夸奖就是聪明 通人性 但是有位叫做罗伯特迪纳尔的科学家觉得 这样不嫌不淡的夸奖动物两句很没劲 要玩就得玩个大的 给动物打分 排名 看看谁才是最聪明的 在咱们人类世界 判断人聪不聪明 有个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考试 只要别人家孩子考的分高 你妈就能指着鼻子骂你不够聪明 能不能把这个方法用到动物上的 给他们也打大分呢 于是罗伯特根据不同动物体型 生活习性和兴趣的差异 设计了一连串实验 然后根据动物的表现给他们打分 罗伯特使用的这种区别对待的实验方法 非常好理解 就是同样是做实验 你把一根香蕉放到大猩猩面前 和放到一只小狗面前 那吸引力能一样吗 你能因为大猩猩对着香蕉花花流口水 就说它不如小狗聪明吗 经过罗伯特一通折腾 虽然没能够搞清楚到底哪种动物最聪明 但他发现了一个对大脑研究非常重要的结论 动物在实验中的得分高低 与它们的全脑重量和大脑皮层重量息息相关 脑子越重或者大脑皮层越重 认知能力就越强 但是其决定作用的究竟是整个脑子 还是只是大脑皮层呢 苏珊那开始了第二步的研究 这一次他搬出了脑汁汤这个秘密武器 把目标锁定在大象脑子和人脑上 苏珊想要知道 这两个脑子在重量上的差异 有没有造成神经元数量的不同 从而导致了认知能力的显著差异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找到人脑相关的数据很简单 麻烦的是确定大象脑子的数据 通过把大象的脑子打成黏黏糊糊的汤 苏珊那克服了这个难题 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组数据 人类和大象的认知能力 人类和大象的全脑重量 人类和大象的大脑皮层神经元数量 人类显然要比大象聪明 我们会说话会写字 还能把大象拉到实验室里研究一番 但是人类的全脑重量呢 只是大象全脑重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首先可以排除 全脑重量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大脑皮层神经元数量 整个大象脑子总共有2570亿个神经元 但是呢其中98%的神经元 居然都存在于大象的小脑 在大脑皮层神经元数量 这个最关键的数据上 大象只有可怜巴巴的56亿 无法与人类的160亿神经元相提并论 这样一来呢 苏珊娜就证明了 我们在前面说到的结论 脑子重量并不重要 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数量 才是决定人类聪明与否的关键 那为什么人类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数量 就比别的物种多呢 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讨论一下人类的近亲 大猩猩 大猩猩和我们同样是灵长类动物 为什么最后在进化中胜出的是人类呢 我们先从一个看起来 似乎跟进化毫无关系的领域 讲起烹饪 中国人非常看重烹饪 造出了不少 善烹小心可治大国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先抓住男人的胃 这种车咕噜话 咱们总爱说老祖宗流下来的东西里 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思考 这次呢也没例外 要是没有烹饪 咱们还在树上爬呢 烹饪让我们进化成人 所以在人们的潜意识里 会做饭跟有能力挂上了钩 这能力放到生活上就是 好老婆真体贴 放到工作上就是皇上英明 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这么玄乎呢 咱们从科学的角度讲讲看 咱们人类跟植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呀 每长一身大树叶子 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每天晒晒太阳喝喝风 不出半个月饿死了 所以人类还没完全进化成功 跟其他灵长类的兄弟姐妹 住在森林里的时候呢 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找吃的 想象一下啊 早上天刚蒙蒙亮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武器的动物 你的早中晚饭哪里来啊 只能采集一下植物的果实 偶尔能吃上点水果 和其他人一起抓一只兔子回来生肯 已经是能在心里偷笑好几天的大餐了 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些食物 蔬菜和水果都是野生的 一年四季随天气变化 整体上夏天和秋天比较多 冬天和春天能吃的少 兔子这类的小动物呢 不是每天都能吃得上 而且在重量相同的情况下 生肉能提供的能量啊 比熟肉能提供的能量少很多 所以很有可能你一路狂奔 围追堵截 辛辛苦苦抓回来的兔子给你提供的能量 还不如你抓他耗费的能量多呢 所以说在没有掌握做饭技能的时候 人类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 睡醒了 起来找吃的 吃一吃再去找 一会儿吃 一会儿找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这种觅食过程是非常低效的 人类摄取的能量也只够日常消耗 一个个非常苗条 没有减肥困扰 我们前面提到过 人类的大脑堪称能量消耗剂的大胃王啊 每天摄入的25%的能量得用在大脑身上 不在进化早期呢 大脑的地位并没有这么重要 因为觅食能力相对低下 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 摄取能量的绝大部分被用于维持身体机能运转 脑子这种东西 既然每天只摘摘果子 应该也用不太上 就少分点能量给它吧 虽然听起来比较轻松 但少分点能量给大脑其实是个复杂的过程 大脑消耗能量的多少跟其拥有的神经元数量密切相关 神经元数量越多 人越聪明 大脑耗能越大 这时候我们发现 分配给大脑的能量变少了 我们就自然而然的 更笨了 突然有一天 人类掌握了烹饪技巧 世界就变了 同样是围追堵截抓到的兔子 烤过之后不仅香喷喷的 吃完还更不容易饿了 人类在同样的时间里耗费同样的体力 能够获得更多的能量 在现代世界里获得更多的能量 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它几乎等同于你要发胖了 但是在进化的过程中 更多的能量意味着 人类有机会把多出的能量分配给大脑 久而久之 大脑就有机会拥有更多的神经元 变得更聪明 聪明到学会耕种 学会畜牧 开始农业文明 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没有某位祖先 在某天突然掌握了烹饪技巧 我们大脑还会和其他近亲一样 只能沦为身体的附庸 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我们在潜意识里 把烹饪视为极其重要的技能 并进而影响了我们对其他人的判断 这本书到这里 基本上就讲完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本书到处里一个关于人类 为什么会成为万物之灵的秘密 那就是拥有一个沉甸甸的大脑 并不代表聪明 大脑皮层神经元数量越多 才越聪明 人类的烹饪技术 使人类吸收了更多能量补给大脑 使大脑在进化过程中 产生了更多神经元 人也变得更聪明 这本书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 让我们用一种更理性的视角 看待人类在动物世界中的位置 我们的大脑非常卓越 我们的大脑皮层 拥有远超过其他物种的神经元数量 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认知能力 在这些认知能力的帮助下 我们学会了耕种 创造了文明 以其他物种难以想象的方式 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但我们又是普通的 我们是普通的灵长类动物 遵循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规律 和其他物种和平共处 人类之所以走到今天 既是命运的偶然 也是进化的必然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了 请看个人了